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必须去把这件事情告诉更多人 腾冲我去年还专门到你刚才说的国上墨园区 您也去了 去了之后他现在有一个新的 天免抗战博物馆 对一个博物馆私人博物馆 我还特别问了一个私人博物馆 那是我见过的中国 还有樊杰川那个也算是很大的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私人博物馆 断生葵做的一个私人博物馆 他那个国上墨园非常好 因为陪同我的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90后 一个90后一个导游 我就跟他了解 我说腾冲这个地方对当年的天免作战 对国上墨园 对这个博物馆 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教育 我关心这一块 他跟我讲了以后那些事情 让我顿时感觉到 它是中国国防教育这方面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哇 他说太厉害了 他说这个对于国上墨园 他随便你问一个小学的学生全都知道 他们能背诵很多的那样的 就是他说 我说你给我背一段 他全都背了 对特别特别好 就腾冲那一块 因为在腾冲那个地方 他实实在在的就打仗了 在当地的老百姓都对这个东西特别清晰 特别清晰 包括一些小孩中小学生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做的特别好 我零几年去的时候 他们在城里时不时都还能挖出骨头 那是肯定的 遗海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的城墙上就还有 或者是房子的墙上就还有弹孔 所以说腾冲老百姓对这个事 他们就在发生在他们家门口的一个战争 他们都特别了解 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就可以印证这个 就是在文革的时候 不是那些墓地全部都被毁掉吗 当时有红衣兵 然后去毁这些墓地 包括 但是在国上墓园 当时红衣兵没去 是什么呢 因为每家的孩子都知道 他的父母都告诉他 这些当年就是打日本人的 对 所以后来是 应该是其他的部队 去把这个国上墓园毁掉了 是在文革的时候 因为中间日本人是战过腾冲的 就是在42年 42年 之间 他们占据了腾冲一段时间 所以当地的百姓 应该是非常有切身感受的 我在那里采访的时候 遇到过一位老兵 他是从四川过去的 因为当时战事高级的时候 他自己作为一个班长还是连长 他就回到老家去征兵 争了非常多的他的就是相亲啊 这些孩子 都是熟人的孩子带过去打仗 后来打完了之后 他就留在了云南那个地方 就没有再回去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你不想家吗 他家里还有亲人什么的 他说我 我很想家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是没有钱吗 其实好像钱也不是太大问题 他说主要原因是 我当时回去 我带出来了 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我没有脸回去了 我在当地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您当时采访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故事 所以让您会有这个想法 去找寻这些老兵 其实特别多的这种故事 而且每一个故事 你都听了之后 都感觉到特别的悲壮 比如说在缅甸战场 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 就我们第一次入缅作战之后 不是那个失利之后 就开始撤退吗 撤退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到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资料 他就记述了一句话 就是当撤退 翻越野人山的时候 有1500名伤病员 就这个伤病员 你翻越野人山 你单独一个人都没办法 这个伤病员怎么办 所以当时这些伤病员就说 就给他们留下一些汽油 就集体自焚 所以我们 但是关于这么 就1500名伤病员 集体自焚这个事情 只在台湾的记录上 找到有100多字的一个记录 当然讲到杜玉明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非常的伤心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去查证这个事情 我们就去到了缅甸 而且是到那个野人山的山脚下 有一个地方叫莫德村 到了那个莫德村 到那个莫德村之后 当地老百姓就知道我们是中国来的 就特别的兴奋 就带我们去那个原始森林里面 就当时焚烧汽车的原始森林里面 然后把那个原始森林 那个树叶包开 在下面还能找到很多的铁皮 就当年焚烧过的铁皮 现在都在 我们当时把那些 包括当时那个汽车 包括很多的重型武器都带不了 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被烧掉 有的 所以说后来那个地方 莫德村那个地方 成了后来成了缅甸的一个 二手车配件市场 所以我们后来在那个地方 就发现了非常多的这种 当年的 包括那个到齐 那个十轮大卡的配件 包括那些 威利斯 那个美国吉普的 好多的那种零件 我们当时想能带一些回来 但是就没办法 还有好多河里也有 是吧 对 非常多 包括整个车都 都扔到河里面去 汇通河边上 对 所以说这是 就是我觉得是在车退的过程中 就非常惨烈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真的是 刚才孙老师讲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他不是说能寻找多少遗骨的 这个本身 但是关键是对现在的人 是个教育 这个你像每年吧 这个俄罗斯这方面全世界做的是最好 就是纪念老兵 每年到这个像五九啊 就是重大的反法式战争的胜利日啊 这个都举行阅兵 所有的阅兵市 尤其是大的街儿 所有的阅兵市 他专门给老兵方队 老兵方队 老兵走不动了 走不动以后 就专门给老兵改装了二战的车 让他们坐在二战的车上 给他们专门量身定做的这个当时的军装 咱们上次阅兵的时候也有老兵 让他们挂上当时的那个那个新章 然后这样的通过 就是每年都搞这个东西 你这样的话呢 他是个传承 是 这个传承 所以说其实是一种老兵精神的传承 我们讲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它不是一种空的 看报纸上一天都背那几段 没什么意思 像你做的这个事 他们就是确实的爱国主义的 对吧 你这个国也是 东华民族生生不息 它是几千年 它是要有传承的 这不是就是历史的传承吗 你要一点事一点事的去做 这个做得很好 你这个口述历史可以做 刚才我看那个片子 讲的一些老兵 你可能已经做媒体了 这个你应该做 对不对 口述历史吧 拍一些纪录片 现在也方便拿手机就能拍 讲讲当时战役的情况 是 慢慢出成书 或者是搞成节目 将来都很好 这都是越来越少了 你现在都七十年了 我们建国都七十年了 你腾冲那个事都七十五年了快 你七十几年 你七十几年 你说当时二十岁的人 现在九十几岁了 思维还在清楚 孙老师他们不只是 做遗骸的硅谷这块 九位老兵他们的家属 云南云南晚地 叫做跨国那条条 一个口岸 正式的口岸 要过来 边防武警派出了两名礼兵 向这些老兵敬礼 这么一个场面 我觉得是历史性的一刻 为什么呢 他是共产党的现役军人 向国民党的老兵敬礼 韩中军若冠几路情长营 君不见伴敬远 却予清几催战亦 难以是周卫兴 其让入战故事 将来华为庄为战 允礼典 孙老师他们做的这个事情 超越了本身 你想想 他如果不是在中央媒体做记者 这样一个历练的话 他不会看到这样一个事情 就很少有人能够把缅甸 颠缅作战的这些老兵 当时国民党的老兵 能够在国内去做这个事情 这两个事情呢 一般人他那个思想到不了这个地步 一般人都是会绕着走 哦 这个事情不让做 这个就算了 是 可能这个事情永远都不会有人去做 但是就是还有一个层面 出去你说的呢 出去人文关怀呀 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统一战线呀 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嘛 是吧 你这也是统一战线呀 对不对 国民党老兵 我们帮老兵回家 这本身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其实对于那些老兵来说 他只知道我的国家被欺负了 我现在要保护我的家人 我要出去打仗 我不能让日本人站了我们这儿 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思去打仗的 所以那时候的口中过来是贫穷啊 苦乐啊 是吧 我们是个青年人 这个丁 山的宅仪是不能放的 都是自己 要加上市场的话 我们都会啦 天天做的年召 是关照湖场 海洋场 那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 确实就像孙老师说的一样 住在那种窝棚里 您想都已经21世纪了 没有电 然后没有水 你说的是缅甸是吧 不是就在云南那边 其实已经是在国内了 然后你进那个屋子要爬进去 就是他自己住的那个地方是直不起腰的 然后里边一件好东西都没有 就一点破碗 一点破稻草 铺在地上就这样睡觉 然后那些老兵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们都 就每次我们去 他们就会往里头跑 然后呢 就在里边翻翻翻翻翻 找出来一个东西 在那种布包着或者是那种糖盒子 就是放的干干净净的 对是什么呢 他们没有勋章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会就给过他们勋章 那是因为在那之前有一批志愿者去找到了他们 然后呢说国家没有给你们勋章 那我们自己做一个给你 就相当于是自己做的一个 只做的一个打印的一个东西 就是啊 这个你为什么做出了贡献 但是他不代表任何官方的一个东西给到他们 他们就示弱珍宝啊 就是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 然后任何一个人来了 他马上就拿出来 然后给你看 然后就看我是得到了认同的 他就觉得啊 已经认可我了 我非常高兴 就是那种 他其实并没有要求说我要多少钱 或者要什么样的荣誉 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曾经你看我们在做一个事 我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一个活动 在零几年的 009年的时候发起一个活动 就是帮助老兵实现一个心愿 当然我们想着这个老兵 比如说给他买个洗衣机 给他修一个房屋 然后我们在微博上 包括当时有很多明星 摇成了露窗了 都来支持 在微博上当时很火 后来我们在收集这些心愿的时候 发现收集上的心愿 凡是物质的层面的非常少 全是关于精神层面的 有老兵说 能不能给我写一篇报道 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就是我们就是你有什么心愿 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给我们提 我们甚至在想 甚至这个可能需要很多钱完成 我们都会努力去 但是就发现有写一个报道 有的是能不能给我一个勋章 有的是能不能给我父母去立一个杯 你会发现都是这些东西 在后面我们当时特别触动 所以就是整个他会发现 包括现在我们给这些老兵 我们基金会 给这些老兵有 每个月有几千个老兵 给他一些生活费 我们把这个生活费叫什么呢 致敬礼金 就只有几百块钱 而且是什么呢 这些资源是说 我们以前有的为了省事 说这今年一年是多少 我就给你了 后来说不行 我说不行 说你要每个月给他发 他每个月有一个 高兴 有一次认可 对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就感觉到 那个钱他其实根本他就花不了 还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一个精神的追求 这个荣誉 当过兵自己为国奉献过 为什么说国家不会忘记 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重要 一定要比这个国家还要高一个层面 对 是吧 我们现在是讲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 民族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提升到这个高度去认为 所以统一战线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认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们这个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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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立下很大的功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好 我是俊吴欣蕾 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陕西隆威 听说我们要接受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一起来期待一下 现在给你们两位一个任务 有一个坏蛋到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 需要你们两个呢 按照我们这边这个器材 搭建一个模拟真实的一个环境 把这个坏蛋进行抓捕 在一个小时之内 进行完成任务 这是门 一二三三个开门 需要三个门 还有N多墙 有有 然后这个纵身应该是在10米左右 我们现在拼装的是一套专门用于CQB训练的模块化墙板 它可以任意的拼插组 按照实际需要搭建你的训练场地 我到里边 你到外边 有了这套板 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的还原任务场地的建筑结构 在执行任务前 可以策划出最详尽的作战方案 并一一进行演练 我们差不多用了20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给搭建完成 那么 一比一的 我们现在搭建完成之后 我就有一种森林激进感觉 来 演练一下吧 好好好 摩拳擦脚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针对不同的情况逐个演练 这样可以让我跟搭档间快速的磨合 达到最默契的状态 极大增加了任务成功的可能性 要开门就开的劲大一点 刚才那个失误 然后这个时候 走 我会从这过去 再低点 因为我的枪管在你头上 对 再来 现在我们模拟一下 在那个另外一个屋子里 经过预演和练习 原野和我对接下来的考核式充满了信心 虽然在最后啊 教官增加了难度 故意变化了开门方向 但由于之前充分的练习 我们两个人的配合还是非常完美的 这套CQB训练设备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 设计理念真的是非常新颖 以前在部队训练的时候 只能用木把和沙网搭进训练场 所以说既费时费力又容易损坏 离真性也比较差 希望这套装备能够帮助我国的军警 提高训练质量增加战斗力 我是军武吴欣雷 以后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军事知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计时报道 现在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是 包括我们在台湾 到台湾去 到台湾去去那个国民党 他的那个本部去 然后他有一个陆文会的一个副主任 见了我们之后 先鞠了三个工 他说你们做的事我们全都知道 他们都没有做到 他说你们做的事我们全知道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他是那个人特别好 他马上从他自己口袋里面掏出了几千块钱 说我代表我个人去捐 我后来我说你能不能让马英九捐一点 所以后来我们到台湾去了很多次会发现 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是哪 我感觉到台湾其实对这段历史旺的 比我们大陆还快 是的 是的 台湾的老兵并不比我们这边的生活状况好 就是后来这几十年 他是什么台湾的他的经济层面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经济层面整个去住那个荣民之家 包括一些那个政府给的资金钱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从精神层面这种关怀还是欠缺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我们有个项目叫两岸寻亲 就是在寻找那些战争失踪者 主要是在有的去了台湾 当年50万军人到台湾 有很多军人是 就是在他已经去世之前和家人都没取得联系 没有还没等到87年两岸开放 有的是等到了开放这时候 但是他因为生活不好或者什么 有其他原因他就没有去联系 没有去联系 所以我们还碰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在帮他寻找亲人 有的是什么呢 有很多在87年之前他已经往生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留下遗愿 就把他的骨灰能接到他们家乡 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 包括还有给那边幸存的老兵 我们去年已经送了有几千个礼包 这个礼包其实都是一些家乡的特产 比如说给湖北的老兵 我们就送到有那个热干面 湖南的有拉入 就是在每个的家乡的特产 送过去之后 这些老兵看了 一看就严厉就出来了 一看就严厉出来 就是我觉得 不管是海峡的 还是党派的这种分隔 我觉得最核心的 其实就是人性层面的这种沟通 我觉得这是 这是党 这些其他东西都是挡不住的 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人性层面的关怀 那您觉得您做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年 做到现在 从您的角度 您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需要的还是 包括我现在自己在一直在努力去做的就是一种传播 就是这种传播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这个历史 然后了解这个历史之后 然后能去行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 包括我们能更多的是从人性层面 能去关注这段历史 所以我们在一直在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如果总结一句话的话 就是向历史和解 包括现在在做两岸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们能不能放下这些历史的这种仇恨 然后去看待这些事情 然后去从人性的层面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让更多人去了解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越来越多的人 能建立这么一个理念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 可能这种战争的发生可能就会更少一些 我们可能冲突就会更少一些 是的 现在这个两岸这个情况 现在这个台湾搞台独 我们就是说你要跟台独的话 我们一定要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斗争的一个方面 没有问题 这是斗争的一个方面 永远都要坚持 军事斗争 然后牵引对台这样的一些政策 防止它走向台独 维护国家主权 另一方面好多人看不懂 看起来要打了 另外我们又提出来30多项会台的政策 免税 两一家亲 看不懂 其实这个里头就是你说的这个方面 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两岸国共打了多少次仗了 对不对 还打 能不打就不打 但是该做准备做为军队 我还得做准备 没有这一手就没有那一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一手硬一手软 那30多项会台的政策还是要落实 是不是 你在那边一个月大学生毕业以后赚五千块钱到大陆来赚六千七千免税 对 这个还是对的 就是寻找像你做的这个事业 这是这本身就是 是 统一战线 这是我觉得张老师谈的这个就特别 就是这个问题 一个问题不要走极端 要两边去这一次 还是围绕我刚才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东西 他不一定说台独是有一部分 但是你不能说在台湾的所有的人都是台独分 是这样 怎么能这么讲 对不对 他们很多人还是拥护一个中国 对 是不是还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做 就是我觉得两岸军事方面的他的对抗 他肯定会很长时间都会存在的 这都是为了他的一些需要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迷积的交流 他还不应该停止 就是通过迷积的这种交流 我们会就发现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台湾去 台湾很多人会支持我们 会支持我们 他觉得我们真的是在做这些 在做事情 帮这些人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也不关注台湾很多人 他你打你 这和他没关系 他只希望能让这些人生活的更好一点 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如果他看到 我们基金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也会很支持 所以刚开始去他的时候也很抵触的 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 他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背景 是不是来做统战的 后来会发现 所以说我们觉得 包括我 包括也是和国台班也是做过很多交流 我觉得是真的应该支持更多的迷奸机构 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是什么 我们在台湾去会发现 如果第一代的老兵 当他们消失之后 台湾的这种统一难度会更大了 到第三代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概念了 第三代没有这个概念了 第一代他还有一个归属 他还有一个家庭的情节在 所以说 而且第一代就是牵扯到一个抗战和内战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我们更多的从人性层面能去做一些关怀 我觉得我们对台湾的更多人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我觉得这是对两岸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孙老师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功德无量 的确是这样 谢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希望我们也能够为这个老兵回家的事情能够尽一点力吧 好也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多人在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